很久以来,总是在丝毫,什么是随和?有人说,随和就是顺从重义,不顾知己见。有人说,随和就是不斤斤计较,为人和爱。还有人说,随和其实就是傻,就是老好人,就是没有原则。 随和,那么,随和到底是什么?随和,是一种素质,一种文化,一种心态。随和是淡泊名历史的超然,是曾经沧海后的警察,是狂风暴雨中的坦白。 啊,做到随和的人,必定是高瞻原主的人,宽宏大度的人,或达潇洒的人,而胸怀狭窄的人,根本做不到这点。 但随和绝不是没有原则,随和的人,首先是聪明的人,他以睿智的目光洞察了世界,随和的人,是坚虚的人,他始终明白持有所短,持有所长的道理。 随和的人,是没有贪欲的人,他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世俗欲望,随和需要有良好的自身修养,要善于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沟通,学会换内思考,学会感恩,要真诚地赞赏别人,夸奖别人,要不领受自己的微笑。 随和需要有淡薄名利的心境,宠辱不惊,闲看听闲花开花落,去留无意,脉随天外云卷云书。 随和需要与人为善的品质,不以善想而不畏,不为恶想而为之,是做人的准则。 品味随和的人会成为智者,想说随和的人会成为贵者,拥有随和的人就拥有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善于随和的人,方能悟到随和的真谛。 原来随和也是一种能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